歡迎收看WTO姐妹會 今天來聊聊父母金 根據讀者文猜的調查 亞洲八個國家 台灣 香港 新加坡 泰國 南韓 馬來西亞 菲律賓 以及印尼 八個國家整體調查 台灣的父母金的教育 只達總分是C家而已 C家就算很差了 不好 但是評價最高 小孩對父母金評價最高的 第一名是 怕不要看情人 對 最差的是哪一環呢 性教育 性知識的傳達 台灣的父母金很難啟齒 小孩要問他也不敢回答 不太能回答 所以今天要加強這部分 首先介紹的是我們廖輝依女士 大家好 主持人好 李星雯 大家好 李祖寧 大家好 瓜哥好 我覺得這個性教育的部分 是每個人必經的過程 對不對 我們以前也經過過 對不對 瓜哥 更尷尬 我們以前更尷尬 以前不可能有這種 他爸媽不會這樣吧 哪有性教育這三個 哪有 我們以前取得只有一些 好遺憾喔 對 以前我們那年代 我們那年代頂都是書 還黃黃的皮那個書對不對 過幾年是對牆上的 沒有聲音的八厘米影片 我知道 對不對 廖輝依女士那個 就有感受了 那個年代更長 完全錯 連書都沒有 有來要弄 車逢獻的 素女精那個有畫 我覺得 性教育 早說就應該 應該很小就開始教育 還有一些情況就是說 當然青少年會很好奇 甚至一躲在棉被裡面 偷偷看一些 或甚至有反應的時候 這時候父母親不要驚嚇到他 對 他反而會造成一個傷害 沒錯 有的以前的父母親在幹什麼 上班不睡覺 會怕到嘛 放鬆 自然就好 那可能三個月都抬不起頭來 對 不能這樣子 有的事情久一點 會有陰影的 對 瓜哥有這種經驗是不是 沒有 我們父母親從來不打擾我們 真好 他會很明確的從床底下 把你看的書 再放到床上給你 就告訴說 你就懂了 媽媽已經察覺了 你稍微留意一下 好媽媽耶 對 金柱銘來看看對小朋友的這些教育 Charles 你在你兒子心目中 小孩心目中 是不是個好爸爸呢 這麼說 因為我自己 我很小的時候 我爸爸過世了 我媽媽後來沒有再結婚 所以 恩醫師 她 她是一個老師 她是國中的老師 讓我這樣子 她讓我當大 我是蠻獨立的 她說我什麼都可以做 就是不要讓她 找她麻煩的樣子 對不對 所以我自己當大 我自己現在有兩個小孩 是七乾五水 我覺得我沒有什麼例子 我沒有什麼以前的 不是很動 什麼是一個好爸爸的樣子 我記得有一次 是比較誇張的事情 因為她差不多十歲的時候 她讓我那麼生氣 我生氣到瘋了 你知道我站在那邊 發生什麼事 什麼事會生氣 連我已經忘了 但是你只記得你很生氣 對 我覺得 那什麼事我忘了 忘了 我那麼生氣 她在那邊 她開始發抖 她看我那麼生氣 她害怕 她真的害怕 她這樣 我要怎麼辦 我怎麼辦 OK 然後OK 我事情慢慢解釋以後 我就是 抱一下 抱一下 就是她 我愛她 爸爸 我愛她 那個李欣文會檢查小孩成績嗎 會啊 當然會 我覺得現在 你看她表情好嚴肅 現在我們的階段 是稍微欠罪 就 我覺得有時候 可能是報應 他們都是學校的 老師的頭痛目 教老師 雖然阿咪看得 我往小孩教得很好 只是 事實上我在那邊跟老師道歉 對不起 真是會跟妳一句話 真的假的 可是我跟妳講 是很活潑是不是 沒有 因為我兒子 他太個性 太有自我 老師講錯 老師妳講錯了 應該什麼 那這樣子 老師的自尊心會受傷 當然 沒面子 不要直接嗆 對 妳不能直接這樣講 妳可以私底下跟老師請教 那像這種事情 她就屢次 就常常會發生 那老師 導師甚至暗示 我太太說 是不是請她轉學 我說絕對不行 是 因為這是關於她自尊心的問題 我覺得 因才失教 我最近也學會 我愛她 我說愛 我愛妳 抱她 對啊 你抱孩子怎麼可能 這一招我用過 我跟你講 她爸妳別鬧了好不好 東方人會比較含蓄保守 妳抱她叫做我愛妳 她會覺得怪 可是 來 巴迪呢 我覺得我們小時候怎麼樣 父母對待我們 我現在也是這樣對待小孩 是嗎 是啊 我記得我小時候 我們非常怕爸爸 因為爸爸會打我們 打得很兇 然後爸爸 我們差不多12歲的時候 爸爸就跟我們講一句話說 你們 我們 18歲以前 可以交男朋友 覺得不能懷孕 如果你懷孕 我就把你 打死 然後把你趕出家門 打死就不能出家門了 還打死還趕出家門 打死就棄屍吧 不是 打死之後把你的屍體 趕出去就棄屍了 打死的殘廢 聽到這樣子 當然是不知道 什麼會懷孕啊 其實我們也不知道 怎麼樣再會懷孕 可是就是不可以懷孕 我們說好 我就不會懷孕 怎麼會懷孕 我去試試看好了 然後就是 他說18歲以前 可以交男朋友 可以在外面 對他來說是 這個都是小孩子玩遊戲 我喜歡你 你喜歡我 明天我不喜歡你 我喜歡他 18歲以前 對我們自己的人來說 都是小孩子在玩 可是 如果交男女朋友 一定要帶到家裡來 那我現在也是這樣 跟小孩子講 我兒子17歲 那我女兒19嘛 然後我就跟他們說一樣 說18歲以後 你有男朋友 你一定要帶回來 讓媽媽知道 18歲以前 沒關係 都不用給我介紹 也不可以帶到家裡來 因為對我來說 是小孩子在玩 妳對女兒這樣講 對男... 兒子也是一樣 像 等一下 是同時還是... 不能講 妳已經講了 不能講 妳看他表情都得意 我兒子 同時跟兩三個 可是如果是真的 我覺得人都是這樣 如果是女兒 是那兩三個裡面 其中一個 妳會把那男生怕死 是... 那 Kim呢 妳在妳小孩心目中 是什麼樣的一個媽媽 我覺得... 我覺得... 我是這樣感覺 然後我... 自我感覺 這樣的感覺 但是我必須說一個 就是說妳自己 小時候的情況好壞 會影響妳將來怎麼樣 可是不是妳小時候是怎樣 妳將來就怎樣 因為我的情況正好相反 我自己的媽媽 是凶得不得了 然後我是覺得 因為我媽媽是19歲結婚 很早 馬上就生小孩 所以她都沒有到外面 去做任何事情 但是她是一個很有能力的人 所以她脾氣特暴躁 然後我小時候 我們家裡面 只要有某一個東西 有個八子 那就變成乳器 其實很清楚 妳被打大了 好厲害喔 好兇啊 那個Brush 刷子 什麼 反正只要拿到手 就往... 就往上... 只要那個東西有八子 只要有靶子 只要有靶子 對那時候有靶子 就完蛋了 讚 但是情況好是在於那會兒 我外婆常常來幫忙 因為媽媽 畢竟真的是很年輕 來幫忙打人還是... 幫忙... 來幫忙救人 她會幫忙 然後她都會私底下跟我說 我知道媽媽媽好兇啊 改天我要修理她 可是那個 意思是在改 對 但是我記得很清楚 我被打的最多的理由是成績 所以這一點我對我孩子很寬 除了英文在台灣之外 因為我們畢竟是老外 英文一定要好 其他的他如果成績不好沒關係 因為妳小時候成績不好 所以小孩子的成績要求不會太高 對啊 所以我對這一塊就很有感覺 我不敢對他們太兇 然後我小的時候 常常收到一個叫 Progress Report Progress 進步報告 聽起來好棒啊 完蛋了 這個東西寄到你家來 父母親就... 就一定要被打 聽什麼 因為這就是給你父母看 你看你這個學期的 沒有進步 所以說是進步報告 事實上是沒有進步的報告 甚至退步 是退步 可是這個很好 因為郵差她中午到我們家 跟我吃飯的時間很配 妳跟郵差說好 所以她來我就趕快拿內心了 然後我從小 我就是有小聰明 從來沒有很高的分數 可是小聰明有 我媽媽的簽字的 我會模仿的我家裡面 我是最好 所以我媽媽的簽名 我都模仿得很棒 我膽子好大 對 這一張就要... 家長要簽了 孩子要帶回學校 然後給老師說 好像很可憐 根本就是自己簽的 很好 那沒有被發現過 怎麼可能 也是被發現過 被誰發現 爸爸發現 這個因為我自己做了一個 最笨的事情 那個老師他有寫一... 事實上他是寫F F F 就是三十 就你被當掉 可是我看了 我知道這個代位架 絕對是... 刷子還不夠很 所以我就這樣 就多加一個 E VM VM 就是背... 小貝 你讀到E還好 NOP 我們剛剛講父母這一環 我們台灣根據調查 最差這一環就是性教育這一環 那父母如何教小朋友性教育呢 來...我們看 小媽有跟你教性教育嗎 小媽 什麼是教性教育呢 性教育的話 媽媽其實也是講得很朦朧朦朦朧 就... 男生的那個東西跟女生的那個東西 就... 他們晚上的時候會去床上做... 阿是阿末 至於爸爸的話就是 那你要不要保險套 你要的話我爸爸給你的 他們只從小跟我講說 拉鍊拉好就沒有問題 我都穿功夫褲沒有拉鍊 沒有拉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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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穿功夫褲耶 怎麼辦 一個是Rosa的小朋友 Rosa的 管好褲子裡面的東西 一個何瑞瑞 他拉拉鍊 他沒有拉鍊的鬆緊褲嗎 他都穿功夫褲耶 那更好沒有拉鍊 就沒有任何問題對不對 沒有問題 怎麼沒有問題 但是這是一個比喻嘛 這是一個比喻 褲頭要弄緊一點就對了 對...都不要這個 可是美國人性教應該很開放 怎麼會用這種教育方式 開放我就跟他講 我說 你要做什麼事情 你先想到下一個步驟啊 下一個步驟是什麼 對不對 就像他繳女朋友的時候 我就說 那你... 你有什麼樣的女朋友比較好 就像你媽媽這樣 我也... 這樣我在家裡比較站得住腳 沒錯 我都說 你教一個像你媽媽這樣 而且還要當著媽媽的面說 對... 那接下來媽媽跟你分析一樣 然後... 然後就說 有一次他帶他女朋友回來嘛 我就說 那下一個步驟是什麼 對不對 下一個步驟 所以他就說 那下一個步驟大概 媽媽跟女朋友睡客廳嘛 我們兩個睡臥室 這樣... Rosa您是 因為我媽媽是很保守的人 所以我媽媽沒有教我那個新嘉義 有一天晚上 我去上廁所的時候 我不知道那個月經是什麼 所以我是去上廁所的時候 我們家的廁所在外面 那外面有很多客人 蚊子庇護有什麼 我以為有那個蚊子 咬我 所以我看到血馬上哭啦 害怕哭然後 我到我媽媽的房間跟媽媽說 我媽媽 我有流血吧 那我媽媽一看到他說 啊 月經來啊 所以我媽媽拿一個步 把我跑起來 所以我 用那個聖柏林的時候 我說 我不應該跟我媽媽一樣 我要開放一點 加我的孩子新嘉義 所以有一天跟聖柏林說 你的乖的小弟弟啊 是 所以不可以給別人摸 不可以給別人看 也不可以亂摸啊 不可以亂用啊 因為那個 是最好的禮物 上廁給他 十八歲就出家了 要好好的保護他 要好好的保護他 不然他會生病啦 那這樣子 好深喔 他聽在懂嗎 你這樣怎麼娶老婆 你沒有跟他講可以娶老婆啊 他最後真的 他長大了 他不能用 最後變神 他變神父 不能用 老婆會教他 老婆會教他 長大了以後他自己會知道吧 要保護到什麼時候啊 所以其實你也沒教到啊 沒教 他也是所以 所以剛剛問他父母親怎麼教他 他就是自己了解 他也想小孩子自己也會了解 可是這個有時候很危險 你知道嗎 那我們那時候有一個那個 男性醫學會 就是我們有專門輔導這種 婚姻性生活不協調的 那有一對夫婦來求救 他是結婚兩年 還沒有真正行 他們都以為這樣就有了 其實是沒有 就是說 兩個都沒有經驗 所以那是醫生跟性專家 跟他們講說 要怎麼做才是正確的 他們不正 因為他們一兩年都還沒有生小孩 他們認為說他們都有睡在一起 有幹嘛 就會生小孩 結果是沒有幹嘛 你幹嘛這樣子 我不知道他們做什麼 就是一事做錯 因為我沒有在現場 大家不相信 真的耶 都是受惑高等教育 郭陽山 我的情況就是 我叫我女兒 我發現沒有那麼困難 因為畢竟我們是一樣的性別 對 可是輪到我兒子 這就 我有一點感覺說 爸爸要負責這一塊 所以沒有跟他講多少 所以很傷腦筋 不過就是 因為要上這個節目 所以之前 我有這個禮拜問他說 那你有上過這個課 他說 四年級已經學過很多東西 還好他現在六年級 但是我當媽媽最起碼要說 對不對 要負責 結果他有個問題 後天我就很害怕 他到底要問什麼 然後他開頭他半句話 什麼 你怎麼 How do you I don't know how to 他就來了一個這樣 你不是要怎麼樣 我不是 我不知道怎麼做 你不是要做什麼 我那個什麼 心臟笑很快 那個血壓都高起來 結果他說 這個大概要問爸爸 我說 什麼什麼 這麼嚴重 我真的不知道 刮鬍子 我不知道怎麼 怎麼刮鬍子 這一點妳也不會吧 刮鬍子 我們女生好在是刮 不可以 我說妳沒鬍子怎麼刮呢 所以妳教她怎麼刮就對了 她還沒有鬍子 所以 Candra 我 我碰到的玩具就是 有一天天跟她不一樣 因為我兩個高中 一個國小 國小那個在二年期 男生的 所以那個我決定是要留著 給她爸爸去處理 那個我就是 因為不知道怎麼去給她開口 可是兩個女兒的時候 我覺得我碰到一個玩具 大概五六年期的時候 因為我家裡老大 她女兒就是比較瘦 然後那個時候 我女孩子都已經發癮 然後妳發癮 你看每個女孩子在開口罩 有得沒有 我女兒比較彎一點發 然後我就是覺得 有一點她在洗澡 我突然其實說妳沒找她 我就是覺得笑一跳 因為她很瘦 可是就是被著 右邊有 她的腫部已經長了 就有得好好的 好像一個小流亭在那邊 另外一邊 邊邊的什麼都沒有 怎麼可能 怎麼會這樣 我說完蛋 為什麼有一邊就有 另外一邊什麼都沒有 邊邊的 妳像她這種年齡的時候 有沒有一顆找一顆不找 我沒有 我印象我是沒有了 我一人來就 就來 隨便 隨便來就不好 所以妳開始就緊張了 然後我就跟著就發抖 我就想說 要去她去看醫生 有問題 然後她等一下給她一眼 可是我在那邊就 麻煩耶 我現在要掛什麼好 因為妳 複長科也不對了 小孩那麼小 可是 然後不知道 我先打電話給醫院 然後就問他們 告訴他們情況 然後他們就說 小兒科 不是複長科 不是複長科 小兒科 四十歲一下 對 然後大家去看醫生 醫生就一直笑我 她的意思是說 她很瘦 看得很明顯 其實醫生就是說 如果我們 我們的身體 如果疾病 所以我們所有大小童童就不一樣 本來就是這樣 對 可是我發現了 我們家的小孩 懸賽 兩個女孩子 他們懸賽會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什麼問題 一個是六歲 一個是五歲 男孩子很會催 男孩子肯桃桃 就是這個年齡 就是男孩子就要 所以親戚可以 就是那個 突然我們都在家裡晚上 我們都在家 親家 就在 突然快點研究 她電話上來 有人來送東西 然後搶老大的名字 然後老大 等一下過二十分鐘上來 手上那個就感覺 不是括號 祭酒 通常是愛心 你知道嗎 那種送的 那一定要送 有祭酒 有巧克力 什麼好貴 他爸爸看到那個就是 又開始拍桌子 誰送給你啊 人家為什麼知道 我家裡住在哪裡啊 你在為你搞什麼啦 我告訴你 兩個月不可以出賣 行動電話 換我 兩個月沒有利用錢 誰敢追你啦 是誰啊 她的電話機好 快點快點 你告訴我 我要她電話給她 我就是覺得 到這個時候 包括我就碰不到她 我跟你說我老公就 你也不敢管喔 我老公發瘋這個樣子 發瘋 他發瘋這樣子 妳要讓她冷清一下 然後才可以 我女兒十七歲的時候 我記得是高三 那有一次 他們學校的那個儀隊 跟那個什麼 籃球校隊的隊長 送她回來 結果她老婆剛好開車子 經過 她不曉得了了 結果老婆就 他們怎麼走 她就一直跟 她嚇死了 叫男孩子趕快走 然後回來就 就開始問 這個人是誰是誰 這樣 我跟你講 那個爸爸都很神經病 尤其我一個朋友 我一個朋友你知道嗎 她說她女兒很漂亮 她說 她十三歲開始 就要站在他們家的那個窗口 用那個BB彈 她是誰 她女兒回來 要打人家 我告訴你 我老公就回囉 我老公就回 所以我發現 她也發瘋了 因為她有這段時間 我現在發現 女孩子不管多大 在爸爸的眼睛眼眶裡面 她還是小妹妹 對 我小孩還是年輕 但是我已經開始在我心裡準備 就是要通知他們 大部分的男生 其實真正來講 是騙人的 因為為了這個事情 是滿好錯的 對不起 對 對 每個男人都會對女兒講 男人都臭東西 沒有個好東西 對 沒有什麼好東西 只有爸爸是好人 對 都是這樣講 為了這個事情 其實我現在還是 請我小朋友才起五歲了 已經開始學 功夫 功夫 女生 女生 對 你讓她學跆拳道 對 我覺得對她們來說 滿有用 不只她們要當大 說不定有被騙 她們可以 對 真的 但是真的 她們一定要有那個信心 可以照顧她們自己 我也希望 我在我心裡 我也希望我可以相信 她們不會怕事情 那我小朋友還是很 真的很溫柔的人 溫柔 可愛的樣子 你看她們還是會 送爸爸突然的東西 所以都是王子嗎 對 後面也寫很好玩的字 可以解釋一下 來念念看 爸爸我 愛你 聽 聽你 你 你 賺錢多多 賺錢 請你賺錢多多 賺錢多多 這個哪裡學的 老婆在哪裡 那你呢 怎麼教育小朋友 我有點軟腳一通 握手 像我跟我兒子說 因為真說起來 我是很怕 如果有一天我兒子看什麼 就是很夜的圖文這些 然後裡面 因為我還沒看到 我兒子有沒有看 我還 這時候還不知道 如果他真看到的話 如果我看到他在看 所以我可能不會罵他 可能我還跟他說 如果你喜歡看的話 就真的不要看 因為太小了嘛 15歲 爸爸很多 爸爸還可以 可以計程就對了 我還可以 你也可以傳給你 陳家寶可以傳給你 而且爸爸說得很明顯 他說 這個東西啊 但是我先生常會罵我 他說 你怎麼叫三十多七八十 八十 我覺得台灣做得很好 所以我們教小孩子的性價 我都不擔心 我女兒五六年級的時候 我女兒六年級 二十五年級的時候 他們就在學校 就有三個性教育課程 是專門由一些人到學校去 然後把小朋友帶一個房間 跟他們看影片 電腦動畫 怎麼樣那個皮膚進去那個 Vagina 然後怎麼樣才會懷孕 然後他有講一些什麼 專欄病 為什麼要帶保險套 哪些名字的專欄病 講給小朋友聽 然後他又發講義 所以我學校回來 有給我講講義說 媽媽你今天我們 我們在學校有三個性教育課程 看了我覺得 我也在學 我也跟著學說 今天這樣有這麼多專欄病 很恐怖 所以妳的性教育是 妳小孩教妳的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可是有一次 我在幫兒子整理衣櫃的時候 就找到一個很奇怪的枕頭 那個枕頭是有兩個奶奶枕頭 然後我想說完蛋了 我是有點變態嗎 結果我就不知道 要什麼跟兒子講 然後說 兒子你現在睡的那個枕頭 是不是不好睡 你要不要買 而且說不會啊 媽很好睡啊 我跟他說 可是我在一櫃裡看到一個 很奇怪的枕頭 是不是妳買的 他說媽妳不要誤會啦 這個是同學送給他的 那個生日禮物 生日禮物送給他 然後他很尷尬 這個好睡啊 這有什麼不好睡的呢 他很尷尬 不是啊 妳頭卡在那邊亂動啊 他很尷尬啊 對脖子也很好這裡 很尷尬啊 突然媽媽看到都會真的很擔心 他因為很尷尬啊 本來不戴這件就不會尷尬了嗎 你是戴了這件才像的啊 然後兒子就說 他就不敢放在房間 就是不敢放在床上 他就上網把它拍賣 他上網把它拍賣掉 可是我一直都賣不掉 可是我現在好奇心出來了 他那個 那個布拉甲裡面 有什麼樣的圖形嗎 有嗎 沒有 試幾下看 我們在部落上裡面可以 他裡面有造型啊 有 給他看一下 沒有 有可以看 買才可以看 買才可以看 太狠了 他買才可以看 肩商 肩商 那小孩在叛逆期 到底有沒有讓父母親 傷心難過的 我們新住民 不知道有沒有這個經驗 Sandra 這個叛逆真的是 這個真的是 我不知道怎麼去解釋 真的是有一點在抱怨 我就是覺得 我以前什麼對我媽 真的是我自己兩個小孩 怎麼對我就是一模一樣 可是他沒看到 妳在英國市場 所以我就是覺得 莫名其妙 他沒有感到 然後我也沒有要講 你知道嗎 這是雪原遺傳 對 想到這個我們都有共 統領 真的 對 他講回來 我已經是最乖的小孩 可是想不到 他現在做的事 跟我做的一件都一模一樣 真的是 來講講 你做的哪些天理不那麼少 可是 我們家我們來說兩個 一個16 一個15 好了 15歲那一個 他是比較有一點小寶寶的樣子 他來過這邊 他那個就是有一個 一個狀況他會拍你 等一下 等於是關掉 不要換電腦 你這樣等於是關掉這個 直接就 把房子來了 你知道嗎 很喜歡看電視 我一直給他講的 禮拜一到禮拜一十的晚上 因為你每天要讀書 不能看電視 不要不要換電腦 可是是要讓他看10分鐘 那個時間到了 你叫他關電視 他就發瘋 就是會生氣了 為什麼要關電視 我讀書都能一整天 怎麼樣 他的問題就是 他希望他可以看電視 這個我覺得是小案子就算 老大是簽得是 跟我一個copy 一模一樣 那一個簽得是 我簽得的時候 不知道什麼講 他就是 他就是覺得 我怕他關得太輕 小孩很容易做比較 為什麼 我不可以那麼晚回家 為什麼 就是可以那麼晚回家 可是 我會一直比著他 然後他如果跟同學出去 我們會拉他出去 可是我如果今天跟妳說 妳9點回來 9點01分 對我簽回來 妳就知道 我就知道 我不要妳8點50分的電話 跟我說 媽媽 我現在還在路上 我會玩15分鐘 我不管 妳這個 妳最懂得的話 妳就可以不用他 因為妳對我簽回來 9點01分 妳就是到了 她坐車 前面發生車禍 我不管 早一點出賣 早一點出賣 妳在哪裡 妳就是 這個就是負責 妳就是行用 妳以前妳媽媽會這樣對妳嗎 會 然後他也是那個50分的報導 然後媽媽 我那個塞車啊 有沒有 還沒有辦法到的那一場 他幹嘛那個小事會這樣 喔 可以囉 會打嗎 妳小時候會被打 我以前被打 被出發 洗車說啊 洗出發啊 弄到什麼都沒 跪下去在旁邊 可是這個是要叛逆嗎 可是 前八個月就發生了一個 然後我閃掉了 然後我在家裡一直哭 我真的是 他死到了 他電話跟我說 媽媽 și再拖滅 我還在外面 會有外電回去 應該是逼醉的 他回家才發筆跡 可是我工持不了 我已經在電話 ع... 就開始摩媽媽媽 媽媽媽媽媽媽媽 她就不再回家 過一個小時還沒回家 過兩個小時還沒回家 過三個小時還沒回家 啊怎麼 然後一直跟我老公在那邊 怎麼辦 你也就不回家 如果發生了什麼事 因為他怕被你處罰 對 然後我知道他才跟誰在一起 不用擔心 他電話給同學 他電話給 跟他在一起的同學 他就說媽媽 可是他早就已經蓋我做便宜 我已經回家了 他說要去找別人同學 那時候要去找別人同學 我大概就知道是誰了 住我們家的附近 他很好從以前過這種東西 然後他電話 交給你一個人到家 好險的 因為我跟你說 這個就是給每個家長知道 你國中高中 你去上校那種家長會 老師就會給你一張 每一個父母的電話那邊都有 所以那個年輕人有六 然後我打電話給他 那個最好的朋友 我就跟他說 他朋友牽著切電話 家裡就是他切的 我說他有沒有在你家 他說有 我說叫他切電話 他說可是他不肯給你講話 叫他切電話 然後應該我要網絡一點 可是還是找到他就供吃不了 就是 真的是供吃不了 你為什麼 他切電話就是說 謝淑儀 本個小時以內 你如果不在家 我回到電話給警察 警察回去你的東西的家 你會有死 打會有死 我看你要不要跟我肚子過去 你就掛電話 我就開始看事情 我跟你說 二十六分鐘 家裡的門就開 好兇喔 這個媽媽會太兇 這麼兇 這個不是叫兇 他不見了 這個消失 我們研究這個問題不是小孩判妳 是媽媽判妳 太叛逆跟變態了 可是我告訴你 我已經有請我自己想一下 因為我長大以後 我才了解父母的辛苦 其實我 像我已經給小孩講過這句話 媽媽以前也是26歲 不是沒有 你今天做的事 我們都知道 我們這條路都走過 可是我們又得到了 我們有受傷 我們知道什麼都會痛 我知道我沒有辦法保護你 那你不要受傷 可是我最少可以 到牛呢 你可以自己掌握 瑞瑞呢 我們小孩就先安排 小學二年級就先叛逆 這樣 小孩 這樣 對 太早了 因為就是那個時候我們 就爭取到那個位置 就讀三年小學嘛 在西子的山上 三年小學 對… 所以禮拜一早上送去 禮拜五晚上回來 他們住在那裡 我太太形容像高棉的難民營 他們都在泥巴裡面玩 他老師上課 鬼老師上課 小孩子都跑到外面去 所以安理偉 他回家 學校有規定 你家長 一個禮拜 他們有開課嘛 你每個禮拜要去上心理課 養小孩的課 怎麼跟小孩溝通課 什麼課什麼課 然後他們的規定就是 不能打 不能罵 不能指責 小孩子 禮拜一回到學校 先集體的好 哪一個家長 有給你罵 有給你打 有給你指責 趕快抱出來 然後我就安排那個 趕快通知那個家長 那你來 我給你三天集順 他就說我要上班 喔 不管 上班重要 還是你的孩子的前途重要 他就這樣跟你威脅 還是我要開組 你家長不配合 我給你開組 所以你真的 你不敢動 就一次我帶那個兒子 我帶他去看牙科 他在那裡 爸爸好痛 我說等一下要看牙科 我不要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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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說他那些 那些真 那些不會痛 一定會痛 我不要 一直喊我 不要 一個老先生過來說 你小孩子在這裡 一直大吼大叫 你都不會怎麼樣 我說 不能打 不能罵 不能指責 對 我說我沒辦法 那個老先生說 這樣 他就走小孩子 前面說 喔 你爸爸不能打你 我可以打你 小孩子就 不敢說話 所以 這個教導有方耶 要義職而交 義職而交 對義職而交 前兩天在發生這件事情 我跟我太太要小的到 到中部參加一個宴會 然後呢 我們老大呢 帶好幾個同學到家裡玩 玩 然後呢 我們隔一天回去以後 我是晚上九點到 我回去以後 就看到家裡那個水龍頭 沒關 不得了 很生氣啊 因為我 我勤儉成性 姐姐 你有點屁 我非常勤儉的一個人 哇 不得了 不得了 什麼都可以省 而且是從昨天早上 就沒關到現在 我就說你幾點出門了 然後他六點 我說我九點半回來了 你知道家裡那個水龍頭沒關 他就很久了 哇 他就很不好意思 就是很那個 後來他就傳簡訊給我 他說他做錯事 要怎麼彌補 他寫二十篇的薪金 來彌補他的過錯 你薪金又不會賺那些水費 薪金不能把那個水費賺回來 可是至少 好煎熬喔 我以為會像少林寺到山上 好頂鋼有沒有 如果我是古代人的話 我一定會讓他罰他一個月這樣子 挑水回家 家裡的用水都擬掉來 後來 我覺得至少他有改變 對不對 這剛剛講小孩叛逆是 這小孩總有做到感動的事嘛 對不對 Tim有沒有 有 我兒子很會討好我的心 比如說他下課 他給他自己買飲料 他不問我 他就自動帶一個回家給我 好貼心喔 這個我女兒不會做 還有一個就是 我兒子比較怕我 很奇怪 我不會常常打他 可是他很怕我生氣 所以他一直希望我很開心 那就是有發生一個事情 他有一個毛病 會讓我很生氣 那只不過也是他丟東西 那如果說他去丟了一個東西 那就沒有話講了 就是東西要放好 不會丟了 可是他丟的東西真的是 全部 對 給他什麼好東西 什麼錢包 手機 錢包他丟了 手機 郵遊卡他丟了 他的背包 他全部的書本在裡面都丟了 怎麼丟的 這個我就會牙孔了 這個我們都發生過 這個我也牙孔了 我們都發生過 我就覺得 男生比較魂不在 太神奇啊 然後因為我們在 黃黃這種就是天才喔 在台北市我發現騎腳踏車 我很喜歡 我給他買腳踏車 腳踏車丟了 丟了 人沒丟就好了 好 反正我買第一個是二手 所以想說 算了再給你買一個二手 結果第二個 有丟了 丟在哪兒 腳踏車那麼大 是被偷了還是丟了 當然他說是偷了 我說你忘記鎖 他說沒有沒有 我有鎖 有人偷了 那我怎麼辦 我不知道 對 那所以就是 這成一陣子有 我自己又給我自己 買了一個腳踏車 因為他已經丟了兩個 兩台 我不要給他我救的 所以現在是媽媽有兩個腳踏車 他也發現這樣 所以現在他就說 媽 我可不可以用你的腳踏車 久了我心軟了 想說 難道這個小鬼不可能又給丟 又丟了 那還是會喔 好啊 他沒有搞丟了 可是怎麼樣 我禮拜一要去教英文 那個布希班 結果說我要走 然後我鑰匙 我叫他 不見了 結果 我記得我有接他 就這麼一次 他求我 求我好幾次 我終於答應他 結果我的鑰匙呢 不見了 他開始發抖 可是我想說 你平常這樣我會通勤你 這一次不行 我真的拿我的棍子 我沒有打他 可是我到處都追他 然後 因為我快要去上課 我沒有交通工具 真的很活大 然後他 車沒丟鑰匙丟 而且還在鎖啦 那你搞鬼 好在我真的要去教英文 要不然我真的想打他 我說 我回來 給你三個小時 我回來 那個鑰匙 我要 我要啊 他很怕 太好了 結果我回來 他說 我還沒有到家 我打電話 我說姐姐 Raymond有沒有鑰匙 Raymond 我聽他 有 我有鑰匙 太好了 你看小鬼 我這樣危險 你真的有用 那萬一沒有 他會不會離家出走 媽媽會要打死他 我會不會離家出走 是扛著腳踏車先逃 回來他給我那個鑰匙 那是哪來的鑰匙 你看 你看 是不對的鑰匙 那哪裡來的鑰匙 就是我覺得很莫名其妙 想說 這個鑰匙從哪裡來 他說 對啊 就換了 對 不過你看這個小鬼 真的很好玩 我們家 他把那個腳踏車 他要扛起來 他不是那麼大 他在六年級的 因為那個鑰匙 根本不能動 沒有辦法動 所以他要扛那個腳踏車 去換鑰匙 對 去教一個人把他剪掉 怕媽媽怕什麼 小孩子會打來打去 我小孩子 好像 小的 我好像他們 好像 三個月 他要去 去比賽 比賽那個什麼 範球 他說媽媽 我們範球好了 我們要去 畢業禮室 不要加五千塊 我說五千塊 那麼貴啊 他沒有講話 第二天要來 媽媽 我不要加了 我要去比賽 我先去比賽回來 如果來一起 我可以比賽 我可以去 畢業禮室 如果來不去 我可以不要去 我去比賽 比賽回來了 可是那個畢業禮室 好像兩天可以去 他可以來一起去 可是他說媽媽 我不要去啦 真的 我感動 他說那個五千塊 不要去啦 他小朋友我們看過 真的滿貼心的 還有 棒球打得很好 打得很好 那個小的 小的 還有拉大 拉大是 他有來過這裡 還有他女朋友 我生日的時候 我就忘記我生日 對 他打電話給我上班 那個空氣到了 他打電話給我說 媽媽 給你幹嘛 我帶上班 他說他要來 我說你在幹嘛 我就忘記我生日 他來買一個小蛋糕 還要拿一個包包 拿過來 他說媽媽 你現在生日嗎 我說我生日 我今天生日 可是你死了 我看到 我一點點也累 你累得流生 對 還有那個蛋糕有事 我吃完蛋糕 又拿一個包包 媽媽 這個我女朋友 加拿大去 他有寫信給我 他有寫信給我 有 我覺得真的 小孩子好懂事 兩個都這麼懂事 真的 其實父母親碰到小孩子這樣 前面做什麼壞事 都能夠完全忘記 那當然 我想這個小孩子 做一件貼心事 父母都感動得要死 哪上一張卡片 一個傘 小時候大家都知道了 對不對 我們接下來看看 小朋友對父母親 講的一些真心話 來請看 爸爸 拿你的薪劑 然後 剪下食物 大家都很擔心你的 身體狀況 那 希望你也可以 在這方面再活多一點 我們愛你爸爸 照顧 媽 等一下 我知道這十八年來 我可能沒有說過幾次我愛你 但是這一次我真的是要好好的跟你講說 我愛你 媽好不好 我愛你啦 媽媽 請你不要再罵爸爸了 我希望你跟爸爸和好 然後我們可以永遠住在一起 I love you mom and dad 那個小孩就是被你打 被你打的那個 被你找大車去的那個 可是那個小孩子講一句話 媽媽就哭了啊 對 愛這個字的力量真的很偉大 我也藉這個機會也跟我媽說 媽 我愛你 我跟妳講 妳在做什麼事小孩在看 對 她會學樣子 對 即使之後沒看到 就像妳看 她都沒有 不知道媽媽以前怎麼樣 現在通通做媽媽走的路 一樣啦 如果教育自己小孩子不好教 妳就教給別人教 好啦 又快來這邊報名了 給班長教 給班長教 所以今天的主題呢 我們這個父母 教育子女總是花很多心思 在那個什麼性教育這一塊 這個是非常傷頭腦筋的 對 其他教育都是叫她去學 琴棋書畫也好 電腦也好 繪畫也好 藝術鋼琴 舞蹈什麼都學 但性教育是 沒有人去花錢說 你去學這塊性教育 對 這個總是很傷頭腦筋 加上父母親有些話 也不好說出口 對 尤其他也滿難講 剛好我們政府 就很貼心的服務 在這邊告訴大家 艾滋病病毒篩檢早期的診斷 是保護自己 也是愛護他人 全國有22家匿名的篩檢醫院 提供全年免費的服務 免費的篩檢地點請洽 1922 祝大家健康 國家平安 謝謝 謝謝 快來幫我們按讚 加訂閱 拜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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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託